今天开始室内公众地方、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 所有市民都必须戴口罩,为期两星期 在加勒板的口罩令下 上班时间的红磡海底隧道口的巴士站 大部分等车的市民都戴上口罩 不过都有人没戴好 港铁金钟站旁边的交汇处 有人在非指定的吸烟范围脱下口罩食烟 有市民希望尽快实施全面强制戴口罩 乘客比以前好些 但在街上都见到有人不戴 都是有人拿口罩来玩玩 或者很仪欺地去 不是很认真 都是有些担心 而在九龙城街市 食環署人员不时巡查 你们要做一个戴口罩 戴口罩 也有职员在门口 所谓进入街市的市民探热 大部分市民都守规矩 但仍然有人会脱下口罩 吐吐气 有鱼蕩当主说 做事那时候口罩经常跌下来 我要罚你无论 我走过去 我转过我一次 他说你口罩多过来 可不可以跌下来 他说我尽量 尽量要弄多些戴手 踏一份又是麻烦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很麻烦 因为经常会濕 当局说不戴口罩 或者戴得不正确 执法人员会作出劝语 但如果仍然坚拒 即属违法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 戴好口罩 无线电视机者 邓杰盈报导 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